外园者有没有可能生出健康宝宝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彰化就有一对夫妻 他们第一个孩子 罹患了遗传性疾病白化症 尽管他们还是非常的疼爱小孩 但是就担心第二个孩子也罹患白化症 后来医师透过基因筛选 以双效试管婴儿的方式 经过了28道程序检查 终于让他们如愿生出了健康宝宝 小女孩似乎很怕生 一时一抱就哇哇大哭 白色的头发 睫毛 眉毛 连眼底也是白色的 孩子刚出生时 父母简直无法接受 夫妻俩都跟正常人一样 怎么会生出一个白化症的孩子 一切在他们家里 引起非常大的冲击 他回外婆家 那外婆的那个是小村庄 小孩子围着他说 你爸爸是不是阿渡和阿比古人 他不在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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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那所以他们承受非常大压力 就怕第二个孩子跟姐姐一样受到歧视 夫妻俩决定要生个健康的孩子 但检查发现 父母两人都是白化症隐性代言者 一是透过基因检查 经过28道的程序 利用双效胚胎快筛技术 终于让他们如愿生出了一个健康宝宝 基因就是很大的一本书 你要从这本书里哪个字写错 你要把它找出来 或是哪一页不见 那你找到之后 你再根据这个点呢 你到时候再做胚胎筛选 一时表示 白化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因为无法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底下 因此又被称为月亮的孩子 因为他皮肤很白 所以他跟白种人一样 他可能得皮肤的病变的机会会高一点 他视力可能比较弱 白化症在肚子里面 他超一波是完全正常 我们每个人基因大概都有 三万个里面大概五六百个 都是不正常的 白化变黑发不再是梦想 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下 夫妻俩在去年底喜获林儿 不仅婆媳关系改善 也让这个家庭气氛顿时 从黑色变彩色 谢谢你们洪杰明 张王